大家好 今天是十月十八 星期四 故事经过几天的反复之后 今天好像是有一点点的回温 而且也出现一点点的回升 可是还是有波浦而没有升幅 有反弹而没有大胜 好了 先看看今天的情况 照顿恒生指数先轻轻地高开两点到一万六千两百五十三点 往后曾经稍微有一点点的反复而低见一万六千两百零六点 还好 没有太大的固压 还有买盘也不断的一点一点的出现 结果指数就一步一步回升到一万六千五百零七点 现在昨天收拾来说 这分钟指数是上升两百五十六点 当然也曾经一度回升到五十跟一百天线以上 可是问题就是高开买盘还是比较保守 当然固压也一点一点的再度出现 结果整个股市大部分时间都是 整股在一万六千四百点左右的 这个就要看一看了 因为现在五十天线在一万六千四百八十八点 一百天线大概在一万六千四百五十六点 等于说指数要是只能够在一万六千四百点进行一个赔维 在这分钟 当然是反复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 从走势方面来看 还是等机位再进一步下施低位的 股市要摆脱不断往下寻找低位的走势 这个是首要的条件 韩征时就一定要回升到五十跟一百天线以上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首要的条件 十月份 十月份暂时来说还是先高后低 只是说还是从十号的高位一万七千一百九十点 跌到十七号的低位一万六千一百五十五点 结果伯父暂时也只有一千零三十五点 问题就是一个的高低位 一般来说是不应该同时出现在六个交易点之内 有点是看起来 在十月份信下的交易点 一定有更大的伯父点给我们看到 也等于说指数要是不能够回升到一万七千一百九十点以上的话 基础上的确是有机会再进一步往下寻找解决的心底的 今年从那个月份到现在为止已经第四个月了 到目前为止最低的指数是一月二十二号的一万四千七百九十四点 最高的指数暂时来说就是三月十三号的高位一万七千两百一十四点 等于说今年全年的伯父直到目前为止只有两千四百二十点 当然是先低后高的走势 可是这个有点问题 因为一年的伯父是不应该只有两千四百二十点的 我们看一看去年全年的伯父是跌了六千七百二十八点 2022年全年的伯父是跌了一万零四百五十三点 2021年全年的伯父是跌了八千五百一十八点 那等于说今年只要伯父有五千点不要说太多了 在今年信下的交易点一定有更高也可能有更低的指数给我们看到 那说到这一点就要看移动线方面的情况是怎么样 现在恒生指数是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 但当时看这一点的话 总是觉得故事后一个阶段可能真的是吓死那个低位的 那这样看起来 现在最好是什么 尽量保留现金 要是做一些短线炒卖的问题不大 先不要买了太多 而且一旦看得不对 就要止损离场 这个是很重要 因为最重要是保本保留现金 好了 下午分析就说到这里 大家记得给like 留言 订阅 按下小铃铛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如果想鼓励我们的话 欢迎可以按下Super Friends 给多些支持我们 多谢 faire下 1 21 2 20 2 2